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我们对象中的最后一个内置对象 我们的数组对象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部分中的最后一节内容 来看一下我们的学习内容 首先呢,数组其实不难啊 如果有其他语言基础的同学呢 对于我们的数组肯定有一个了解 而且一直在用 那接着呢,我们JS中也有我们的数组 首先呢,数组呢 是我们值的一个有序集合 在数组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保存多个值啊 对吧,每个值呢 我们可以当做我们数组的一个元素 而且呢,我们每个元素在我们的数组中 都会有对应的一个位置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索引 那这个索引呢,也是通过数字来表示的 那像我们PARP中 是不是有我们的索引数组 包括关联数组啊,对吧 但是在JS中,我们的索引 是通过数字来表示的 而且呢,我们JS中的数组呢 也是一个无类型的 数组元素呢,可以是任意类型 像我们可以保存数字 ZVTRA,BOR,NUN 包括Undefended的 或者是再一个数组和对象都可以 那接着呢,我们这个所以 需要注意,和其他的数组中一样 都是从0开始 那最大的所以呢,也是到2的32次方 减2 那JS中的数组呢,也是一个动态的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添加 或者说来删除我们数组中的元素 并且呢,我们在创建的时候呢 无需指定一个固定的大小 那当我们的数组在变化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也无需重新来分配我们的空间 那我们JS中的数组呢 这个所以可以是连续的 也可以是不连续的 而且呢,它们之间也可以有空缺 等我们在创建数组的时候呢 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些案例 再来看,先有个了解 那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 Lens属性呢,来得到我们数组的长度 那这个Lens呢,一会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来了解 那接着来探验一下 知道我们数组之后 我们来看,如何创建一个数组 那创建数组呢,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通过 数组,字面量的一个形式 通过我们的数组,字面量 或者说直接量的形式 来创建一个数组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对象呀 对吧,我们对象是不是可以通过 对象字面量的形式来创建呀 同样的数组也可以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来一个例子,来看如何来创建 我们的数组 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个 AR等于一个 用的是方括号,不是花括号 花括号呢,是不是我们的对象呀 对吧,当然呢,我们的数组也是一种特殊的对象类型 那这样呢,就是一个空数组 空数组 同样呢,你也可以像数组中来放元素 AR1,可以来存元素 我就随便写的 存了这么多个元素 一共6个元素 也可以 包括呢,你可以保存不同的值 我存一个数字 2.3 True,False,None,Under,Funded 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数组啊 对吧 也可以再来一个数组 像1,2,3 包括也可以有我们的对象 可以保存任意类型的值 也可以 当然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写值 也可以写我们的表达式 假如说写一个X等于1 接着再来什么一个数组 AR3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X X乘 3 X加2 X加3 都可以 这样也代表是一个数组 那数组中一共有几个元素 一共有四个元素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AR3 来看 数组中一共四个元素 接着来 第一个是1 接着3 3 4 这样的效果 都可以 1 3 3 4 没问题 四个元素 这是我们在数组中 也可以通过表达式的形式来写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省略 我们数组中的某个元素 你也可以这样来写 AR4 1 逗号 逗号 现在是不是省略了第二个元素啊 那此时相当于写了一个1 逗号 暗 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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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效果 不幸的话你可以alert一下AR4 1 逗号 中间没有 3 那接着呢你也可以得到 一会儿我们可以来得到 或者说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长度 我们可以通过谁来得到它的长度 对通过 对通过Lens就可以来得到 我们可以先不谈了 我们输出出来 console 点log一下AR4 点一个Lens 此时有几个元素 对应该有三个 你看三个元素 这样的效果 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写 AR一个 AR5 等于一个 逗号 逗号 那现在数组中有几个元素 有两个元素 都是undefended的 对吧 来看一下 也可以console 点log一下 AR5 AR5 点一个Lens 得到的是两个元素 对吧 我们通过对象字边量的形式 我们可以 可以什么呢 可以在这个末尾多一个逗号 接着呢 我们这个引擎会忽略掉 我们这个 数组 字面量中的最后一个逗号 这是可以被忽略的 被忽略的 所以说呢 这一块只有两个元素 有两个元素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通过数组字面量 或者直接量的形式 来创建的数组 数组 直接量 形式 创建数字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 通过构造函数的形式 通过 构造函数 arrade的形式 来创建数组 那在arrade的过程中 也有三种情况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第一种呢 我们没有传参数 直接这样写的 那相当于我们写了一个空数组 就等于我们直接通过对象字面量 数组字面量的形式 来创建了这样一个空数组 这是可以的 接着呢 那我们也可以传递一个参数 也可以传超过 大于等于二的手 大于等于两个的手的一个参数 它们两个是不同的 那接着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直接通过newarrade的形式 来创建一个数组 再来写 a等于newarrade 那这样呢 就创建了一个空数组 就跟你写了这样一个效果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同样的 那你也可以来指定什么呢 指定一下我们数组中 元素的个数 可以来指定我们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那就通过我们的第二种形式 然后你再写一个a等于new一个arrade 当你只给了一个参数 假如说你给了一个5 代表的是什么呀 数组的长度是5 数组的长度是5 那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来得到一下它的长度 concled.log一下 a.glance 这时候它的长度是5 这样的效果 只给了这一个参数 那接着呢 如果说我们知道数组中要存放多少个 元素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在new它的时候 来给定这样一个值 那这时就会来分配这样一个 假如你要存储五个元素 分配这样一个空间 来存储五个元素 但此时呢 我们数组中 现在还是没有值的 没有值 那接着三往下 还可以假如你传递超过了一个参数 那这时候呢 那这时候呢 你看我再写一个就是第三种情况了 new一个array 你传递一个1 传递一个1 1-2-king 1-2-king-force 2.3 now 是不是传递了这么多个参数啊 对 那就相当于我们直接 写了下 1-2-king 这对应这对应的是数组中的元素 记住 这对应的是数组中的元素 我们可以通过console.log来看一下我们数组 一共有这么多元素 1-2-king-force 2.3 那这样的形式 也可以 但是呢 你使用这种new array 还不如直接通过我们的数组 字面量的形式 量是不是简单多了 对 没问题 那接着这三种形式创建数组会了 其实最常用的 我们就是通过直接数组字面量的形式 来创建我们的数组 这种方式比较简单 那可以创建数组了 那现在我想取出我们数组中的值 那我们怎么来做呢 接着来看一下 如何来使用我们的数组 看下一个 那使用数组呢 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原则 像我们的peer p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根据谁啊 根据我们的下标 找到对应的见值啊 同样的我们的数组 js中的数组也是 根据它的所以 就可以来得到你想要的对应的值 像我们也可以来查找 可以来添加 包括来修改 包括来更新 都可以 我们可以来做这样一些操作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首先来看看如何来读取 我们再来一个例子 VR一个AR等一个方广号 假如说1234 一共四个元素 那此时它的长度是4 接着我想取出第一个 我们直接来写 它的下标从几开始 对 从零开始 那此时取出的就是1 这样的效果 那同样的你可以再来取 假如说我们再来 我想取出这个4 它对应的下标是 对3 那此时呢就取出了这个4 取出了这个4 没问题 那接着呢 你还可以来 怎么呢 我来修改 现在我想把 写成一个AR 里边的0 是不是找到的第一个元素 对它重新复值 如果我们的这个下标 或者说 所以重复的话 这时候会覆盖之前的值 假如说写成一个Ping 那此时你再看 console.log一下AR 这时候第一个元素 就变成了Ping了 同样的 你可以来修改 我也可以来添加 我再写一个AR 写成一个5 写成一个 Hello Mies 此时你再看 数组中就多了一个元素 多了一个元素 1 2 Ping 2 3 4 接着5 对应的是 Hello Mies 5 对应的是 Hello Mies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也可以 那接着再往下来看 这是来添加一个元素 那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 再写一个 VR 一个X 等一个2 那此时 我console.log AR里边的X 是不是和你直接写一个 AR一样呀 就是我们的等量代换的原则 那此时取出的结果应该是 3 对应的是3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也可以 同样的 你也可以再这么来写 再写一个 AR 里边的AR的X 对它重新复值 变成 333 333 AR 那现在你看到 第几个值变成了333 对 第3个值 这样的效果 第4个值 为什么是第4个呢 来看一下 AR的X是几 2 2对应的值是3 那AR的3 是不是对它重新复值了 是不是正好把它变成了333 这样的效果 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那这也是可以的 那其实呢 在这块还需要注意 还需要注意 我们数组 是不是也是我们对象中的一个特殊形式 对吧 我们可以使用方果号 来访问我们数组中的元素 就像我们在访问对象的时候 是通过谁来访问 对吧 访问对象属性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种形式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JS呢 也是将指定的数字 所以只转换成我们的字符串 来当做我们属性名来使用 所以说如果我们对常规的对象 也可以这样来做 你看我们之前写过的对象 比较简单 obj等于一个花口号 这样一个空对象 接着你写一个obj里边的1 等于一个a obj里边的2 等于一个b 或者0 1等于一个b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obj object 0对应的是a 1对应的是b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数组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当我们使用非复整数 作为我们的属性名的时候呢 这时候 数组会自动维护它的lance属性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在这个对象中 我们来写console.logobj.lance 你看得到什么呀 对 undefended的 但是如果换成这样 我们写一个数组 var一个arr等于一个空数组 接着如果你写的是一个非复整数 当做我们的什么呀 当做我们的所影 ar1等于一个b 这时候console.log ar.lance 它的值是多少 对 12 2 它的值是2 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所有的属 所影呢 都是我们的属性名 对吧 但是呢 只有在0到最大那个所影 是2的3是2次方 减2 才是我们数组的所影 所以说呢 我们的所有数组都是对象 对吧 我们也可以拿任意的名字 当做我们的属性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我们使用的属性 是数组的 所以 数组的特殊行为呢 就是将根据需要他们更新 它的这个lance的值 如果你是一个非负整数的话 这时候它才会更新 我们的lance的值 那不信的话 如果我们在这再写 你写的是一个负的 你看 ar-123等于一个c 那此时你来看一下这个数组 logar 那现在得到了 ab-123c 但是它的长度变了吗 对 没有变 必须是非负整数才可以 那同样的 你看我们再写一个 ar里边的2.3 等于一个d 那此时 这个长度变了吗 也没有变 没问题 你看 还是我们的2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呢 如果说我们的对象 如果说 我们的对象 使用了什么呀 使用了我们的数字 这时候呢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做我们的什么呀 数组的 所以呀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来看 那都可以什么来做我们的数组的 所以呢 你看你可以写了这些 我再写一个ar里边的no 等于一个e ar里边的false 等于一个f ar里边的undefended 等于一个g 字符串再来一个 name 等于一个h 接着你来看一下 诶 是不是又长了 对 没问题 在这儿 你看到我们添加这些 是不是都过来了 没问题 接着再往下 你来看一下 数组的长度变了吗 是不是没有变呀 对 这还是2 这个还是2 这是我们刚才 需要注意的一点内容 那接着再往下 其实呢 我们的数组中 是不是可以有连续的索引 也可以有不连续的索引呀 对吧 那如果说不连续的索引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 稀疏的数组 那连续的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一个 稠密的数组 那对于稀疏和稠密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呢 在它的这个 长度这一块 数组长度这一块 是有区别的 那接着我们来做 这样一个例子来看 我们可以再写一个 稀疏数组 就是不连续的 其实之前也写过 AR等于一个 New和Rate 我写一个10 代表数组有几个元素 对 10个元素 那此时你再写一个 AR等于一个 方口号 这代表是什么呀 又把它变成了一个 又把它变成了一个 空数组 空数组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长度 Consol 点Log给一下AR AR.Lance 应该是10 没问题 10 那接着再看 如果说我们把它 附成了一个空数组 那此时它的长度是几 对 是0 是0 那接着如果你这么写的话 看好了 AR 写成一个100 等于一个值 ABC AV ABC 那此时呢 数组中有多少个元素 那现在你来看 它的长度是多少吧 对 它的长度是101 那为什么是101呢 我们数组的下标 从几开始 对 从0开始 所以说它的长度 肯定是比你数组 这个所有的缩影 比较大的 这一点需要知道 但是呢 我们这种稀疏的数组 就是不连续的 它比我们连续的 所以数组要慢 那这样呢 它这个查找某个元素 速度要慢 速度要慢 就像我们这个 这种 这种数组呢 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对象 查找我们的属性一样 没有我们的连续的快 那我们的连续数组呢 其实内部也做了一些优化 也做了一些优化 那接着 接着来看我们的一个Lens属性 我们就接着这个往下来说 那其实呢 Lens属性可以来得到它个数 但是呢 如果说你来设置这个Lens之后 来看一个这样的案例 VR一个AR等一个 12345678 一共几个元素啊 对 8个元素 它的长度是8 那接着你可以得到它的长度 这个就不得了 那此时呢 如果你写上一个 设置了一下这个数组的长度 你把它变成几 变成三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数组 哎呀 还能是这八个元素吗 不是了 变成几个了 对 变成了三个 你看到 123 这样的效果 变成了三个 那有点相当于什么了 是不是相当于把我们数组后面的元素 超过这个长度的元素 都删掉了呀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相当于删除了我们数组的元素了 那如果说你想把它都删除 只用把这个Lens变成几就可以了 变成零 那此时你再来看这个数组 就变成了一个空数组了 你看 变成了一个空数组了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来再来设置 你看我再写一个AR点Lens 等于一个5 那此时数组的长度是5 但是现在数组都有内容吗 没有 我信你来看 还是哪个空数组 还是哪个空数组 这一点需要注意 就相当于我们写了一个New Array 写了一个5 一样 只是指定了一下数组的长度 数组的长度 这一点需要知道 但是呢 现在我们的数组 这个属性 如果说你不想让它被修改 只想把它变成一个可读的 能不能做到 通过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 想一想 能不能把它做到 变成了一个属性 不能被修改 现在你看 是不是可以来设置这个长度啊 如果说不想让它被修改 这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把它的可写性 变成一个false就可以了 那接着你来看 我再生一个数组 AR等一个 123 这是三个元素 接着我们通过 object.dr define property define property 来设置一下这个 AR 设置它哪个属性 对 lance属性 把它的谁 变成 不可写 对 把它的不可写 可写性 变成一个不可写 那这时候还能来修改 这个数组的长度 这个属性了吗 不可以 你先来看一下 console.log一下 AR.lance 此时还是三 接着你如果通过AR 点上一个lance 等一个十 这时候你再来 AR.lance 你看一下 它还是三 因为你把它的可写性 变成了不可写 第七长 rightable 帖 bre 没问题 false 好 对 还是三 这一点 是不是看到了 是不是通过我们之前学过的 这个什么呀 学过的这个 object 叫 definity 是不是来设置一下 我们对象的一个属性呀 没问题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那接着再往下来看 我们来 这是对数组的一些基本操作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通过数组 来模拟一下我们的站和对列的效果 像我们的数组中来添加元素 或者说来删除元素 也可以 所以 再来看一下 ar2 刚才呢我们可以通过方口号的形式来添加元素 是不是可以啊 对吧 假如说我们来写一个数组 为ar一个ar等于一个空数组 接着你可以ar0等于一个a ar1等于一个b 这是没问题的 有两个元素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 a点一个push 这个方法呢 P2P中是不是也有啊 对吧 像数组的末尾来添加一个元素 或者多个 那此时你再来看一下 这个ar应该有几个元素 三个元素 不是a 是ar2 好 是不是abc啊 你可以添加一个 也可以一次添加多个 假如说我们再来添加一下 ar2 push一下 d e f 接着12 34 此时再看 在数组的末尾添加元素 那可以来添加元素 是不是可以来删除 数组末尾的元素啊 对应的是哪一个函数来着 对 是不是有一个 pop呀 ar.pop 它是弹出数组末尾的元素 那返回弹出的值 你也可以来 声明一下 接着我们来输出一下这个值 你也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个数组 比较简单啊 直接来写了 好 你看弹出的是34 那接着数组最后末尾的元素 是不是弹掉了 这样的效果 那可以在数组的末尾添加和删除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数组的首部添加和删除啊 那接着我们就来删除掉首部的元素 ar.shift 我们先来添加吧 unshift 添加一个 12345 此时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是在数组的首部来添加元素 那得到的是 对 12345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你想弹出数组首部的元素可以通过 ar.shift 是不是代表弹出啊 那接着来得到一下 i1 s 再来看一下这个数组 ar 这代表弹出我们数组中的元素 把谁弹出来了 对 把1弹出来了 接着我们是不是剩下的是2345这一堆啊 这是我们数组中常用的 向你弹出包括啊 这个押入都可以 不论是在开始还在结尾都可以 那接着现在会了这个数组的常用操作 那接着我们也可以怎么办呢 也可以来删除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 我可以怎么来删除呢 我可以通过 delete来删掉数组中的某个元素 那其实呢 delete这一块 我们在对象这一块是不是也学过呀 对吧 那删除的时候 还是根据它的下标来删除 也可以 来 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 var一个 ar等一个 a bcd 好 接着我们通过delete ar里边的 我想把a删掉 写上一个零就可以了 console 点log一下 ar 那现在得到的应该是 bcd bcd 那现在接着来看 通过ar 通过delete删掉之后 看在这个数组的长度 是否变了 来看 数组的长度 变了吗 对 需要注意 删掉了这个 数组的长度 是不变的 这一点 需要注意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这个 数组相关的一个使用 我们可以读取 包括添加 包括更新 以及删除 都有了 那再往下来看 假如我们说 我们数组中元素很多 我想你把所有的数组中的元素 都拿出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它的下标 一个一个来取呀 对吧 但是呢 重复的事情 我们要想到怎么做 或者说有规律的事情 应该想到用循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便利这个数组 我们可以再来个例子 看一下 我们这个数组 JS中 如何来便利我们的数组 可以在这看到 在便利数组的过程 我们给大家写了 通过三种方式 可以通过for 来循环便利 下标连续的数组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接着来看一下 第一种最简单 可以通过for 来便利 我们下标连续的 所以数组 VAR一个AR 等一个 A B C D E 五个元素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for VAR一个I 等一个0 接着Lens 等一个AR 加点一个Lens I 小于我们的Lens LEN 接着I 加加就可以 那现在我想把它输出来 Consult.log AR里边的I 就得到了每一个元素了 来看 得到每个元素 A B C E 全部都拿出来了 但是说如果不是 我们的所以不是连续的 你看我们再来什么一个数组 VAR一个AR1 等一个空数组 接着AR1 添加一个元素 写上一下它的下标12 对应的是X 1里边的R3 对应的是Y AR1里边的55 对应的是Z 那这时候我们通过这个Full 还可以便利了吗 对 就不可以来便利了 那此时我们可以通过谁来便利我们的数组 可以通过我们的Fullin Fullin我们是不是也学过呀 在哪学过 是不是在我们便利对象的属性的时候 学过这个Fullin呀 同样的 同样的可以通过它来 美举我们的这个属性 也可以通过它来便利我们的数组 但是呢通过Fullin 是不是可以便利什么呀 继承下来的属性呀 你看一下 首先通过Fullin 我们来试验一下 Full VAR一个 I E 我们的AR1 Consult.log一下 AR1里边的I 这时候就把这个XYC 是不是都便利出来了 没问题 同样的你想看到我们的这个 I 就是我们的这个索引 也能看到 但是呢我们通过Fullin便利数组的时候 可以便利继承下来的属性 那如果说我不想便利 我们继承下来的 那这时候是可以刨去呀 只想便利自身的 有哪个方法来认 是不是有一个判断 是否是自身的属性 有一个 HasOwnProperty 对 这也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VIAI E AR1 接着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 if AR.一个HasOwnProperty 这时候我们再来输出 或者做其他的操作都可以 这样就不会便利 我们继承下来的属性了 你看 还是XYC XYC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通过它 来便利我们的这个数组 那接着呢 在我们的E5中 又习供了一种方式 来便利我们的数组 就通过这个函数 FullEach 在PRB中是别有FullEach 但是呢 它们两个不太一样 看Full 这个Each 大写的便利我们的数组 那这个函数便利数组呢 其实也是 在这来看一下它的语法结构 Array 点一个FullEach 在这里面呢 可以来调用我们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这个方法呢 就会 对我们的数组中的每一项 都执行一次这个函数 对数组中的每一项 都执行这样一个函数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它 来便利我们的数组 同样的我们再来写一个 Ar2等于一个 123456 那现在我只想得到我们的一个值 你就可以这样来写 Ar2 点成一个FullEach 可以在这里边直接来写 我们的函数体 那这个X呢 就代表我们传给 我们当前数组中的每个元素 那接着我们想得到它 直接来写就可以了 每一次呢 都会把这个数组中的元素 传到这个方法中 那现在你看 得到的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值 123456 123456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自己来定一个函数 接着我们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直接写这个函数的名字就可以 Test 那在这里边呢 这个传进FullEach中的函数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传的每一个元素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元素对应的一个 所以 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数组本身 但呢 你可以 这三个不一定全要啊 我们只是给大家写一个测试 在这里边呢 我就可以来输出一下 处理的数组 要处理的数组为 可以拼审一下这个Array 接着 再来输出一下 锁引对应的还有一个值 锁引为 锁引 拼上一个index 再拼上一下值 值为 值为 来一个钢告 再拼上一下 element 我们这个元素 那接着 那接着你来看 我想便利的时候 只用些Array 点一个for each 调用一下 这样 我们的tas就可以 使用传立个函数的名字 传立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来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来看 要处理的数组 第三个参数 就是我们这个 调用这个for each的这个数组 那接着 所以0 对应的值1 1对应的值是2 依此类推 把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是不是都 便利出来了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便利数组的 三种形式 三种形式 这一点需要知道 那接着最后 还有一点内容 来看一下 我们数组中的一些 常用方法 在这儿呢 也给大家列了 这样一些常用的方法 小一点啊 首先来看一下 一共有哪些 数组中的这些方法呢 就比较简单了啊 第一个 有John John呢 之前我们也用过 它干嘛呢 它是教我们这数组中的值 以指定的分割符 连接从我们的siftrar 它正好是我们这个siftrar 方法的 Split方法的一个 逆向操作 逆向操作 那接着 如果你没有指定分割符的话 默认使用d号 来连接的 我们也可以再来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我们数组中的一些 常用的方法 写成一个 AR4 首先看第一个 VR一个AR 等一个A B C D 接着我想把它连接成 siftrar 可以写一个 VR一个 IES 等于一个AR Joy 如果你不传分割符的话 默认使用d号 接着你来输出一下 IES 来看一下 得到的 是不是 我们的什么呀 A 逗号 B 逗号 C 逗号 D 对 这样的效果 你没有指定分割符 默认使用的也是我们的 逗号 这一点需要知道 同样的你也可以指定一下 我们的分割符 你可以在这来指定一下 IES 等一个AR Joy 以逗号 来连接 那现在他们的效果 是不是一样呀 对吧 一样的 那接着你也可以再来指定 IES 等一个AR Joy 以空 来连接 那得到的结果 就是一个 A B C D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比较简单 再来看第二个函数 我们的 reverse 那reverse 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 反转 数组的一个倒置 我就直接来写了 IES 等于一个 AR 点一个 reverse 反转 我们的数组 此时来输出一下 console 点log 一下 IES 之前的数组 ABCD 那反转之后呢 变成了 BCBA 这个呢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 看第三个 我们还可以对 数组中的元素 进行一个排序 可以通过谁来排序呢 通过我们的salt 来进行一个排序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在排序的这一块 我们需要注意 在salt的时候呢 你可以传一个 你自己指定的一个规则 传这样一个 比较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传的话 它默认的是 按照字符串的一个 unicode 来进行的一个排序 我们可以先简单的 实验一下 写上一个 ar等于一个 abc 大a 大b 大c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通过 ar.salt一下 排序一下 我们的数组 再来输出一下 我们的数组 ar 得到的应该是 大a大b大c 接着再是我们的 小a小b小c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看 如果说 你再写一个 ar 等于一个 1 2 11 20 那此时 我们再来排序下 一个数组 接着再来输出一下 得到的结果 先是什么呀 对 先是1 接着再往下 12 11 再是2 再是20 来看一下 它是默认 按照什么呀 按照我们字符串的 一个unicode 来进行的一个排序 而不是按照我们数字的 一个从小到大的顺序 这一点 需要注意 但呢 有的时候 你就想 对于我们的数值 你想到一个从小到大的 那你可以自己来指定一下 我们排序的一个算法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还是拿这个 ar为例 数字的为例 我们可以通过 ar.salt一下 在这里边呢 你可以指定一下 我们自己排序的一个算法 比较的一个方式 在这个方式中 第一个值 需要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 这两个参数呢 我们也是来进行一个比较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 a比b小的话 a比b小的话 如果返回的值 是小于0的话 证明第一个数 比第二个要小 证明a比b要小 那如果说a等于b的话 它返回的是0 那如果a大于b的话 它返回的是一个大于0的数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匿名函数的形式 来对于我们的这个排序 进行一个指定规则 这一点也可以 当然呢 如果说你说我这个函数 会用很多次 你可以在外面来单独写这样一个函数 如果说只针对于当前的一次排序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匿名函数的形式了 那在这个函数体中 我们就直接return一下 比较简单 a减b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a比b大 返回的是一个大于0的呀 对吧 那这时候 b就排在a前面了 那我现在就可以按照什么呀 按照一个 从小到大的 对于我们的数组 进行一个排序了 那现在返回的应该是 1 2 11 20 你看我们再写几个 3 15 得到结果 1 2 3 11 15 20 按照的就是我们数值的一个从小到大的顺序 那如果你想让它从大到小 我们是不是直接写上一个 ab return一下 b-a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那此时 这就是一个从大到小的顺序 这个也不难 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按照某个属性来进行排序 也可以 来看一下 按照某个属性 假如说我们再来上面一个 vr users 等于一个 数组 数组中包含多个人的信息 可以包含多个对象 假如说这个name对应的是一个 king age对应的12 一个 稍微改一下 3 来3 来3 来4个就可以了 32 52 54 66 66 假如说我们按照名字来排序 张3 接着 fin 那现在我们在排序的时候 我想按照 用户的这个名字来排序 按照这个 name属性 进行排序也可以 可以通过users 表 sort一下 接着我们可以来指定一下 如果说 a 点上这个 name 大于了b 点name 此时return 写上一个1 代表 a比b大 如果a点name 要小于b点name 我们return了一个-1 否则呢 我们就return一个0 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通过users 排序之后 得到结果 users 按照字母的一个ask码顺序 那这样看着不方便 我们再来便利一下 for vri in users 接着 console 点log一下 users 里边的i 点上 这里边的name 看一下名字 谁先出来 ping queen rose 张三 这样的顺序 这是我们自己来指定的 也可以 也可以 这是如何来排序 接着再往下看 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我们的连接的contact 它是将我们原始数据中的元素 和我们的新元素 和我们的新元素 连接起来 组成一个新的数据 contact 也比较简单 我们来试验一下 var 一个ar等于一个 1 2 3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 res ar 点成一个 contact 连接一个 456 你可以来看一下 console 然后log一下ies 得到的是 123 456 同样的你可以这样来连 你可以在这会儿再传一个数组 ies等于ar 比较生一个contact 传一个值 456 它也是将我们的数组中的元素 连接到了一起 还是这个结果 123 456 那你可以连一个 我也可以连多个 456 多好 再来下一个值 789 那此时得到结果 123 456789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也可以 那接着再看一种情况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写 ies等于ar contact s 假如说写成一个 11 10 接着12 12 12 再有一个 33 那此时呢 来看连接的结果 应该是 1112 接着数组中有一个元素 11之后 再看这里边有两个 12和13 13 这是不相当于我们的 多维数字的形式啊 对 这一块相当于我们 多维 33 多维数字的一个形式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这一点 需要知道啊 当然呢 这样连的情况也比较少 比较少 知道contact 把我们的这个数组中的元素 和你给的元素 连接到一起 组成一个新的 就可以了 那接着再往下看 我们就一切把这个说完就可以了 还有几个 像我们的三类似 代表返回我们数组中的某一部分 就跟我们返回字符串中某一部分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怎么来用 还是来写一个数组 VAR一个AR等一个 A B C D 再来一个 E F G H 多一点 一会儿呢 我们也来用这个数组啊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 AR点一个三类似 A 取一下 数组的下标从0开始 我想举前三个元素 0 D 3 I S 4 接着 来输出一下结果 取出的就是A B C A B C A B C 第一个呢代表其实点 第二个呢代表是你要截取几个 几个 那同样的你可以写正值 我们也可以写什么的 第二个 三类似 可以写负值 0 到负2 到负3 别写0了 我们写一个2 到负3 0 1 2 从2开始 截取到哪呢 负数 代表位置 -1-2-3 截取到这个位置 那应该得到的是我们的C D和E C D和E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 如果说你只写一个参数的话 没有省略了第二个参数 代表从起始点一直截取到末尾 如果你写了一个4 代表从起始点一直截取到末尾 应该是 0 1 2 3 4 E E E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我们的起始点也可以是负数的形式 来看一下IES的一个A2 3 类似 从一个-5 到负极 到负2 那此时得到的结果 -1-2-3-4-5 从它开始到负2 到这应该是DEF 来看一下 对 DEF 也可以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接着再往下看 和它差不多 但是功能不一样 单词差不多 什么呢 SPLACE SPLACE 它呢也是 这两个 这个函数的前两个参数呢 就指定了 我们要删除的元素 而后面这些参数呢 是可以把 指定我们这个要结束的元素 从数字中截取的这样一个元素 接着呢 截取之后 如果你有传后面这些元素 它把你的这些元素 放到你截取的这样一个位置上 位置上 也就是从我们数字中删除 删除这些元素的位置上就可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看这个例子 就很好的理解了 把它拿过来 好 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写成一个 AR RES的一个 AR.SPLACE 我们也是第一个 代表从哪开始 假如说我想截取第一个元素 0 接着我想把A取出来 写成一个0 多好1 那此时呢 它返回的就是这个 A 接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log RES 那数组中相应的就会少了这样一个元素 你看 IES返回的是A 那数组中A就被去掉了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再来写 我们写这个 IES 等于AR.SPLACE 写成一个5 5 开始 刚才已经看到了它返回的结果 去掉一个A之后 是BCDEF了 你要写一个5 0 1 2 3 4 5 从5开始 那应该返回的是GH 那数组中就剩下了BCDEF了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也可以跟上超过两个的算数 来看一下什么意思 还剩BCDEF 我写成一个AR.SPLACE 写成一个0 逗号 2 接着我们再写上一个 碳号 问号 百分号 来看 这时候代表的是 从0开始 截取到前两个 那应该把他们两个拿出来 截取两个 应该是BC拿走了 剩下DEF 接着BC的位置上 我们又放了三个元素 是碳号问号和百分号 这样的效果 啊 这样的效果 你看返回的BC 接着呢 碳号问号百分号 接着加上我们的DEF 这样的功能 相当于 截取之后 删除之后 又拿其他元素放到那了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数组中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 比较好用的 push这就不说了 pop 这都说完了 unshift shift这几个都说完了 再看一下这个map map呢 也是我们这种回调函数的形式 在我们这个peerp中也有map 包括我们的filter 它们两个都有 那接着这个map呢 也是 它是 对于我们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都应用一下我们的回调函数 最后这几个了 最后 这五六个 比较简单 我们就来快速过一下啊 如果你有这个peerp的基础 再看这些函数就简单得多了啊 我们来定义这样一个数组 AR 等于一个 写成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 接着呢 我想对于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都让它进行一个平方 对吧 那你就可以来定义这样一个 AR 点一个map 直定一个回调函数 那这个回调函数中的参数呢 就是你当前传给我们这个啊 传给我们这个数组中的 当前的这个元素 当前这个元素 直接return一下x 传一个x 接着再来看 把它的结果 我们复给res console 点log一下is 那此时得到的数组 应该是他们值的一个平方 他们值的一个平方 也可以 也可以 那如果说我们想将数组中的啊 这些字母都转换成大写 并且呢我们再将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数组中的碳号 我们在上面一个数组 AR等一个 A 碳号 B 碳号 C 接着D 碳号 E 把数组中的这些 首先这些值都变成大写的 如果出现了我们的碳号 这时候把它变成问号 或者说去掉 都可以 正好呢也可以应用一下我们的正则 也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写res等一个 AR点一个math 对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我们都应用 你也可以直接来写一个函数 假如说以后我们还会用到这个函数 接着我们就拿出来 单独来写 如果只用一次的话 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写成一个 写一个叫trans 直接通过我们的匿名函数的形式也可以 可以 那首先呢 我们应该来干嘛呢 是不是应该来把这里边的 碳号 替换成我们的问号 对吧 XW Replace 应用一下我们这个 SERVTR中的这个方法 接着呢 把这里边的 我们要搜索 碳号 全局搜索 找到之后把它变成问号 搜索之后呢 再把这里边的内容 结果变成我们的大写 to lower to upper case 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效果 console.log一下 RES 看一下是否可以 证明可以了 来看一下把它小一点 得到的结果 A问号 B问号 C D问号 E 这样的效果 是不是也行了 对吧 这是我们的map 那接着照往下看下一个函数 我们的filter 过滤的 对吧 大家可以来指定测试 指定的函数 来测试 我们所有的元素 并创建一个包含通过测试元素的一个新数组 其实呢 就是按照你指定的规则 来过滤我们数组中的什么呀 我们数组中的元素 过滤我们数组中的元素 那假如说 来看一下 我们定一个数组 AR一个 AR等一个 13545 随便写的 这样的一些值 现在我只想得到值 小于10的 小于10的元素 那是不是大于10的都被过滤掉了 那这时候你可以写一个 AR-filter 我就直接来写这个函数了 比较简单 X 接着我们判定一下 X小于等于10 代表符合我们的规范 那所有的返回真的话 它才会变成我们这个新数组中的元素 没有通过我们的规则的 它返回的是false 那这个元素呢 就没有放到我们的新数组里 那看一下 应该只有这几个 符合 只有这几个符合 这样的效果 那同样的 如果说你这里边还有 像 non-undefended 包括false true 空字符tual 对吧 我们想取出什么呢 想取出 数组中的 技术 偶数吧 留下我们的偶数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写 return一下 X2等于等于0的话 代表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接着你看 第八十一行 AR R 点飞类特 好好写 应该写到这 好 那应该得到的是 所有对二取语等于等于0的话 接着 接着我们留下了 那接着这里边看 他们转换成我们的数值 对二取语也是0 这个没问题 那现在里边像这个 non 或者是undefended 我也不想要 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过滤掉 对吧 假如说我们过滤这个数组中的 non 或者undefended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referlator function 加一个判断就可以 return一下 X2等于等于我们的 undefended 并且 X2等于我们的 那就可以了 那接着你看 这里边的undefended 和non 都会被过滤掉 undefended 和non 是不是过滤掉了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那接着上网下来看 还有几个 还有一些 我们的这个reduce reduce 和reduce right 会了reduce 这个就会了 包括sum 和worry 接着还有incere 还有这四个 好 我们把它说完 数组这一块就完事了 那像我们的reduce呢 它是 做一个累加器的 什么叫累加器呢 我们来看一个 例子就知道了 来看 我们可以来定义一个数组 ar等于一个 12345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 ar.reduce 首先呢 我们来定义还是 这样一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中 我们简单的return一个 a加b 它是干嘛的呢 那这个函数呢 这个reduce 这个方法 接收一个函数 作为我们的累加器 那数组中的每个值 从左到右呢 开始依次缩 最终缩为一个值 来返回 那reduce的返回值呢 也就是这个回掉函数 最后一次被调用的 一个返回值 被调用的一个返回值 什么意思呢 第一次 在这里这样调用的时候 1被传进 2被传进来了 那返回的是3 接着呢 接着3 再加上什么呀 第一个 3又传进来了 1 对 第一次1 被传进来 2 1和2传进来了 返回的是3 接着呢 又3传进来了 3和3 返回的是6 6再和4 返回的是10 10再和5 返回的15 那最后这个函数 返回的结果 应该是一个15 来看一下 对不对啊 返回的是一个15 对是这样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函数这么多 我也记不太住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reduce呢 为我们的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依次执行我们的回调函数 不包括我们数组中被删除 或者是 未被复制的元素 它接受四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的初始值 或者说上一次回调函数的返回值 对 你看刚才我们说的也没问题 上一次回调函数的返回值 像1加2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不是3呀 对吧 那接着 第一个你来看这个函数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回调方法 第二个还有一个可选的 代表这个是初始值 可以给也可以不给 那如果给这个初始值的话 那第一个元素 这个初始值 就会被传进去 来看一下 同样的可以再写一个 Ies等一个 ar.reduce function ab 再给一个初始值 初始值假如说是10 这时候还是return一个a加b 那得到的结果 不应该是15了 应该再加上这个初始值 是25 对 这样的效果 没问题啊 那这个reduce呢 是这个数组中的元素是从左到右 依次来剪的 那接着reduce right呢 是从右到左 正好的相反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这一点需要知道 好的 接着再往下来看 还有这个 arri和sum 这两个检测的 检测的 那首先呢 我们这个arri呢 是测试数组中的所有元素 是否都通过了我们指定函数 一个检测 arri代表每一个 每一个 假如说我们再定一个数组 ar等一个 或者age 保存年龄的 12一个 34一个 55一个 66一个 28一个 19一个 来看一下这里边 是否有未成年的用户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 is等于age 点一个 arri 是不是必须每一个都符合我们的要求呀 对吧 那代表成年的 是不是应该这个年龄应该大约 等于18才可以呀 那这时候我们就直接return一个x大于等18 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每一个都通过的话 这个函数返回的就是一个真 否则的话 它返回的就是false 那确实是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12的呀 对吧 那如果说你把它变成了一个52 那现在是不是所有值都大于我们的18了 这时候 它返回的就是 处 arri 是代表每一个 每一个 那sum呢 是代表某些 只要有值 大于符合了我们的要求 那这时候呢 这时候它就会返回真 那来看一下 如果此时你要用的是sum 等于age.sum一下 方式 还是 return一下 x大于等于18 19也行 那这里边是不是肯定有大于等于19的呀 所以说 你看这个res 返回的就是 真 返回的就是我们的true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好 这是我们的sum和array 接着来看一下 在这里边还有哪个函数了 还有一个asarray 包括toStream 对 在这两个之前呢 还有啊 还有两个常用的 也说了 在这里边没写 给大家写到这吧 简单写到这 有这个啊 有一个indexof 是不是在数组中 在字符串中有 在我们的数组中 是不是也有啊 array.indexof 包括array.last indexof 这两个 也有用 它是什么呢 它是 来根据什么呀 根据我们给定的元素 找到这个元素对应的一个 所以 是不是搜索的呀 对吧 那indexof呢 是第一次搜索的位置 那lastindexof呢 是最后一次 我们来试一下 ar 一个a bc b 接着我们来搜索一下这个b 我们可以直接来写 s-ar.indexof 搜索一下a 那他返回的如果找到了 是不是应该是0呀 IES 返回的应该是0 那如果没找到的话 返回的是-1 等于AR.index 我搜索一个大A 有吗 没有的话返回的是-1 对 -1 简单的 我在那个xmine的中就不写了 就直接在这写到这了 这样的效果 证明搜索的时候区分大家写吗 对 区分 那接着再看 我们还可以跟上他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代表搜索的起始点 我还是搜索了一个A 那如果你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找到的是0呀 那接着我告诉他从哪开始搜索呢 从2 这个所以第二个参数代表的是偏移量 从哪开始 那这时候返回的这个A 应该是第几个 是后面这个第五个 0 1 2 3 4 5 找到的是他 没问题 也可以 那last index of呢 就是最后一个 last index of 这个A 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 好 是7 没问题 再往下呢 还有最后两个 一个是判断是否是一个数组的 可以通过谁来判断是否是一个数组啊 通过我们的 A字array 直接来 来写了 A字array 判断一下是否是我们的数组 我们可以通过 array 我们先来一个空数组 这是数组吗 对 是空数组也叫数组都说了 对 那接着你再来一个空对象 数组是对象 但我没说对象是数组哦 他返回的真实假 是false 这一点需要注意 接着还有最后一个tostream tostream就简单了 有点像我们通过jour来连接我们servchart 它是转换成我们的servchart console.log一下ar.tostream 那是不是就返回的是以多少连接之后的内容 a多少bcd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你要通过jour 是不是也是连接成这种效果呀 对吧 ar.jorn beant 这是我们数组中常用的这些方法 常用的这些方法 好 那这是我们数组中的这些内容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第一部分内容 我们js这样一些核心基础这一块 我们就已经完事了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再好好看一下 那这一部分呢 理论的内容偏多 包括我们的案例呢 也都是一些 就是我们的这种 相当于我们的测试代码 那等到我们第二部分呢 我们的核心变成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我们实际的案例了 在开发中需要用到的 经常要写的这些实际的案例 那当然呢 在第一部分呢 这里边我们没有写那么 没有没有这个实际案例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都是一些基础的内容 等到第二部分的时候呢 就会用到你第一阶段 学到的这些内容 所以说这一部分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来学 好 那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Math学院上 来进行一个交流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